各位同学大家好 现在要进行的是统计学系列课程 我们这个单元来介绍的是 奇异性的检定 在介绍奇异性检定的时候 我们先介绍这个目的是什么 目的就是说 我们要检定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母体 是不是有某一个特性 或者是说所谓的分配是相同的 那么我们在做奇异性检定的时候 很重要的就是说 我们常常会用到的是列连表 我们常常在做奇异性检定的时候 经常会使用到一个列连表 这是RC C是column是直的 R是row 那么我们的自由度 我们最简单的计法 就是各减一相乘就对了 那这是在奇异性检定 也就是我们在卡方检定的使用的时候 经常会用到的一个部分 那么同学要记住 那么我们现在来做一个例题 来验证一下 我们奇异性检定是怎么做的 现在要探讨的是 施肥对种子发芽的比例效果 那么现在我们怎么做呢 我们有一个肥料A肥料B 然后经过了这样子的肥料的加下去之后 发芽的比例看看是不是一样 如果发芽的比例不一样 就代表肥料A跟肥料B 是效果不一样的 那么我们现在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比例是肥料A 让它发芽的几率 PB是发芽的几率 那么现在我们基本假设是什么 两个是一样的 好 那现在我们这个资料 我们已经列出来了 这次就是一个列连表 如果说 它的这个几率要相同的话 基本上 我们按照我们的期望值来看 我们这个地方的几率是多少呢 就是我们看看肥料A又发芽 那么应该要怎么算 肥料A又发芽的话呢 是这个部分 这个部分来说 它是356 是在站在500的里面 那么现在以这个来说的话呢 从这边肥料A来说 它又是500个里面的200个 所以按照几率来看 它应该是500分之356 乘上500分之200 所以它的几率占的是多少 0.2848 这我们算好了 那下一个我们来看看是什么呢 未发芽 然后又是肥料A的 按照比例来看的话来说 这是144 这是多少 这是200 所以我们这边改成144除以500 200除以500 这个几率是这个 再来看肥料B跟发芽 肥料B发芽 肥料B发芽的话 这边是356 但是这个地方来说 这是300 按照比例来看 这边是占了42.72% 最后一个 当然我们也可以照算 这个按照这个比例来算的话呢 是这样算出来了 好 按照比例应该是 这是我们正常的比例 假设是两个效果是一样的话 那么我们就来看看 实际 如果是0.2848 那它的占百分之 500个总和来说的话 应该会有多少个 乘以500等于多少 142.4 这个地方 我们预期它应该要有142.4 看看会不会有异常的多或少 这也是一样 我们都要把它乘上一个500 57.6 好 是在这边 这边是乘500 这边预期应该是要有213.6 这个地方预期有86.4 我们把这些预期的值 就是我们的期望值 把它写在旁边 来 我们写142.4 写在这旁边 那这57.6 请写在旁边 213.6 写在旁边 还有86.4 写在旁边 好 写好以后 我们现在要进行的是一个卡方检定 我们的卡方检定的观念就是说 这两个之间 差距有没有很大 总和的平方 来 我们来继续算下去 现在我们用的是 KiSquare 153跟142.4 距离的平方 除以它的期望值 这是相当于它的比例的意思 加上这个 47跟57.6 那这是第二步 第三步呢 是203跟213 第四步 是97跟86.4 这个我们全部加起来 假设各位同学想一想 如果比例不相同 这个值就会大 是不是 比例不相同 这个值就会变大 那么我们来看看它的值是多少 我们发现是4.56 4.56到底会不会太大呢 如果说是完全一样 理论值应该是全部都是0 所以是小 那么我们看看它到底会不会一样呢 我们用的是KiSquare 那么我们就把卡方表叫出来 现在这是一个卡方 KiSquare的表 那自由度 各位同学知道 这是我们是2乘2 所以我们这边自由度取的是1 就可以了 那么这个地方来说 alpha值是0.05 所以我们把0.05的这个标准值列出来 3.84 3.84 这是我们的标准值 我们的值是4.56 显然是倾向于大了些 所以我们可以得到这个结论 一不一样呢 我们经过了卡方检定的结果 我们认为不一样 稍微差距大了些 所以我们就说肥料A跟肥料B 几率不一样 所以我们是拒绝H0 那么这个观念就是用卡方的一个技巧 去算这个奇异性检定 去验证奇异性检定的问题 我们使用的是技巧叫做卡方检定 卡方检定的原理 我们必须要知道的是什么呢 就是观察值跟我们的期望值 我们都把它算下去之后 如果说依照理论来说 观察值跟期望值 应该是接近的 不会差太多 那么卡方值的话呢 就会变得比较小 如果卡方值越大 就代表是落入拒绝欲 那么卡方 我们都是以右为减定为主 我们的话呢 是只拒绝大 不拒绝太小 这件事情 是大部分都是这样做的 那么卡方检定的话呢 也是一个五亩数检定的一个技巧 那么这个地方来说 我们后面都有还有很多类似的问题 那么我们可以到后面再去精修 帮助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